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跟大家聊天的时间了 来谈谈这个怎么样过冬的问题 你说有没有神 你去注意我过去所有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差一天 都是差一天 都是那一天我就走了 我在中国卖我的公寓房 也是差一天 我是6月30号成交 7月1号这么次改变 我离开美国的时候 也是那一天 3月17号 我离开了那一天进入紧急状态 我进入到日本也是 刚刚进去 日本就锁了 结果就不能进了 我从这个 埃斯东尼亚 埃萨尼亚到挪威也是 就是那一天开始开关 我可以没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这个 在这个酒店里关市天 那么同样 记不记得我从山上走的时候 那一天出的很大的太阳 那一天山上的气温 是好像是这个6度到13度 6度到13度 就是说 还不是 还不觉得冷 OK 15号到了这里 就降到了这个5度 昨天就变成0度了 才过来两天 昨天晚上就是0度 早上起来以后 我看到外边打的霜 我那个 外边丢了一个桌子 一个塑料桌子上 有个薄薄的冰 都结冰了 你看如果 我现在在山上 0度的话 那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在这里 有电 这个我没有用取电 我都是用了自己的办法 那么今天 为什么讲这个过冬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能源问题啊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现在中国不是说 拉电啊 这个没有水啊 是吧 现在很担心 这个冬天来了以后 东北那边怎么办 如果供电不行的话 这个不供暖的话 我们这个人类啊 已经变成了这个 过度的依赖这个城市化 依赖这个现代科技 一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无法运转 人就活不下去了 那想想这个 我在这个奥森这个农场 他们这里的生活方式 还是一百年之前的生活方式 烧财呀 我们这个山上 烧不完的财 它准备了多少 准备了几房子的柴火 很多很多柴火烧不完 OK 所以我现在基本是 24小时的柴火就不断 那么烧柴火的话 就是说 因为是有烟通嘛 那个烟都是出去了的 一烧柴火 整个这个房子就暖和了 现在找房子 烧这个柴火 我也掌握了一些技巧 就是你这个柴火 放进去以后 你不要让它就是有明火 就是明火不要太大 明火烧了以后 它烧起了以后 要把那个鲁关掉以后 只留条缝 只有一条缝隙的话 因为这个木头 是要靠氧气的 它缺氧的话 它就不会燃烧 然后它像碳一样 它的时间就会延长很长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这个两三个大木头 它就可以 底那么两三个小时 等了两三个小时我起来 小便的时候 那我再加木头 晚上加个两只木头 早上起来 这个屋子都是暖过的 所以已经是零度了 昨天晚上已经是零度了 那我在这里还是 还是可以生活 并没有感到很困难 并没有感到就是说 哎呦冷得不得了 什么的 不像我那时候在上海 我冻的就是死发多数 哪里都冷 因为上海是没有不够暖的 到了冬天 那是干冷 而且是湿冷 在日本也是 日本的话 我在东京的时候 那冷的就是冷 就是刺骨的冷 但挪威它比较干燥 它干燥你就是穿进衣服的话 你在室内的话 点个火的话 我有两种取样方法 一种是用灯油 日语叫脱油 就灯油 是点这个 这个煤油灯 不是煤油灯吗 其实那不是煤油灯 是要用灯油 这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这个也不贵 一次可以买五个力尔 我还有一个取暖器 是烧煤油的 这煤油 日本就是烧煤油 日本是那个取暖器 一直烧煤油 煤油就有很大一股味道 就是开始用的时候 跟这个结束的时候 就有很重的味道 但是没办法 你得忍受一下 开始的话 就把它门打开 开 精神就trigger 精神就使得 我那个警报器 在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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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耳眼很大啊 然后玩的时候 会有气味 把门打开吹一吹 灯油的好处是什么 不是灯油 这个煤油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 以前这个 武术 他那个弟弟 存放了好多 几大桶 就是那种大桶的油 几桶 我这辈子不知道用不用玩 有那么多的油放到这里 因为以后一般冬天不会在这里 今天是特殊情况 所以我是有的事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冷源问题 就用就好了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 或者晚上或者什么时候觉得冷了 我再把这两个就弄起来 一般都烧彩火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在卧室里放一个 这个叫做油的 这个油的取暖器 转动那种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油 heating 那个晚上就不冷 昨天晚上我没有觉得什么冷得不得了 所以确确实实我觉得 我们都要开始学习 这个人不要忘记掉 过去的生活方式 现在的话你说你没有一个 不联网没有手机 你那小菜都不会算 就那时候中国造原子弹 算盘打算盘 所以算盘这个技术我们都没有了 就算数 我觉得人真的就是说 你说中国人就两个筷子 两个棍子我就可以吃饭 外国人没有刀叉 他都吃不成 像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留 我们原始的生活那种冷秘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现在的话 真的天塌下来了 对吧 这个能源断的话 我没有问题 我坐在这里 我有水 对吧 我有火 我可以撒饭吃 对吧 电的话 我有电板 我给自己发电电 发电电就是说不用照明 就是用用我的手机 用我的电脑 这个电我自己发电足够的 就像我在山上一样 我足够有自己的能力 发这个电 那么我就在这里就是说 完完全全脱离现代的那些技术 我完完全全可以独立的在这里生活 我觉得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说自己有资源 今天每天刚刚才住了两三天 每天到自己这个 自己这么大个土地都就走一走 发现很多宝贝 OK 发现很多宝贝 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前欧呢 还能做大油桶啊 做出那种可以做到熏鱼熏肉的那种 那种 还抓每个地方 以后是如果说是打了很多鱼的话 把鱼啊 能够闲起来 就放一些熏啊熏鱼啊 都可以的 光这个巴皮球啊 他这个做这个巴皮球的这种 好多好多好多个 大大小小的都有 所以蛮有意思的 真是人家在这里生活了 这个这个一两百年 这个家族的历史 这个房子1810年造的吗 1810年 1810年 1910年 200年 200多年了吗 这个房子200多年的历史吗 还没有倒吗 顶多明年 我就是 把那个屋顶啊 修修好啊 把这个窗子啊 可能换换 反正就是小小的维修就可以了吗 它存在了200年 再存在这个100年 对吧 我也活不了100年了吗 我顶多才活到80年吗 150岁 现在777 714 是80年了 对吧 这80年他不倒就行了吗 就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完全没有压力 怎么这是老神在在 有这种感觉 在这里 就是真的 我 其实回不回美国 去不去西班牙 我都无所谓 就在这里 什么都有 这个里面 而且他那个弟弟是非常按工具 工具都都不得了 什么工具都有 好多我都不认识 不知道怎么用 OK 好 那么 关于这个能源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就是说 在这种现代生活中 不要忘记我们人的本能 OK 尤其是冬天来以后 一定要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 因为人的身体冷的话 它的抵抗力就弱 它自己的immune system 它就弱 弱了它就容易 就是所有的那种病菌 都可以吸击你 接着生病了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COVID-19 包括这个冠状病毒 它也是 冷的话 它就要吸击你 所以一定要保暖 就是说 昨天我是有一串 很单薄 到那边那个 好一点的房子 那边清东西 一清清就时间 忘记得了 在那搞了一两个小时 就很冷了 回来我才知道冷了 赶快就是切两根姜片 熬一点汤 一喝 睡一觉 早上起来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这个人 真的 在我们这个年纪 自己非常非常注意 自己的身体 今天早上我出去拿财 推了个小车子 到那个财户去 把财拖过来 我都很小心 我一步一步的拎了 拎财户 我都不像年轻人 那时候就动蹦跳跳 就每一步 我都就沉着 一点一点来 因为你在这里生活的话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对吧 你不能够 再就是走到任何地方 你手机不要离声 对吧 年纪大的人啊 你的手机一定要放到身边 不论走到哪里 你的手机放到身边 万一你有什么事情 你倒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有个人叫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 如果我在外面做事情 在那个农场里做什么事情 如果我倒下来 我没有手机 我不能及时呼救的话 你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你就冻僵了 你就变成冰棍了 就冰雕了 就变成 对不对 所以你有个手机 你可以呼救 任何事情 有什么事情 就呼救 我记得我那个 在挪威 多少年前 20多年前吧 去洗车 我这个故事讲好多次了 洗车的时候 起车的风一吹 把我手夹到 那个汽车蒙缝里面 没有手机 当时 你没办法叫 就那么夹了半个小时 动得不得 你没办法动 你没办法动 尤其风一吹 那块冷门开 弹得 最后有一个人 从路过 我就叫 帮我帮我帮我 他说你把门关上就行了 我说我就是关不上吧 我这个状态 我怎么关门呢 他就来 我说你小心一点 一点点 他一点一点 一点关 把我手拿出来 就碰到这种情况 碰到特殊情况的时候 你没有手机的话 他是很上脑筋的 那么这个 这是讲的这一点 那么 现在有个朋友 在抠我 现在有 给你们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吧